欢迎回到我们的新闻音乐 我是书杰 今天我们的大牌驾到来的这一呢 是一组人 男生团体 很好看 他们的名字叫做M4M 哇 很多女生就 喂耶 M4M 我们知道 对 新近的一个男生团体 他们其实呢 是来自于很多地方的四个男生 不同的地方 但是呢 他们集中到韩国受训 所以接受了一个非常残酷 和非常严苛的训练之后呢 才正式出道 而且其实跟他们的聊天内容过程 我发现他们 我们先撇开所谓的这个 实力和所谓的偶像这一块 我们先不谈 就从最基本的素质 我觉得他们就很具有 这样的一个团体 所应用的素质 礼貌 我觉得这个是很多 我们国内艺人所需要学习的 他们是非常非常有礼貌的 一群年轻人 无论看到我们的 现场工作人员也好 无论是看到我们的化妆师也好 他们都非常有 老师好或者怎么样 让你觉得 这样一个团体是非常积极向上的 他们有很明确的态度 他们有很好的这个 面对未来和面对一切的勇敢的力量 所以这样我觉得是一个 年轻人值得学习的榜样 所以接下来呢 你们是不是很着急呢 我们来赶快看看 采访内容到底是怎么样的精彩 四个美少男带给你哦 看一下 M4M是由北京新鲜传媒 与韩国Cube娱乐共同企划 于2013年推出的华人男子团体 团体的名称是Mastery Ponyol的缩写 意思就是神秘方程式 代表着每个成员 都像个性鲜明的方程式一般 能够充分展现个人的特色 也能够完美的组合在一起 经过了一千多天的韩国的培训 M4M在今年3月13日 首尔轻弹动艺术大厅 举行了showcase正式亮相 并通过了2013年3月14日 Mnet M Countdown舞台正式出道 出道不久 并重磅推出的首张迷你端集 神秘方程式获得了超高人气 大家好我们是M4M 哇真的男子团体 就是有这种气势是不是 M4M好好的一个个 先自我介绍一下吧 这边看 大家好我是M4M的队长 金米我来自香港 同时也是队里面的副主唱 谢谢 哈喽大家好 我是来自中国 声称的冰冰 然后我在M4M里面 负责的是Rap 我来自最增加新的主唱 我是M4M的宇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一个很节奏快的一个舞曲 M4M的手机单曲 Sadness 是由富有节奏感的钢琴曲拉开序曲 随之而来的却是动感的舞曲旋律 虽然是一首悲伤情歌 但强烈的快节奏也传递出了对爱情坚持的勇气 失去的爱痛苦一面而来 你不再 整个脑袋思念不散到海 胖不开 世界无法抹去爱 却留下痛伤怀 你不停的倒带 就好像你从没离开 空白 你只不知道我还在等待 我无力挣脱 无助闪躲 无法抵抗对深沉的寂寞 I don't know why Tell me why 绝望中是否还存在 偶像男团练成的背后也有不为远屈的心酸 在韩国的学习是他们从四个青春大男孩 蜕变成为四个青春大男孩的重要经历 韩国造星的魔鬼式训练 他们又是怎么坚持过来的人 在中国如果你是培训需要出道的话 也许会有一个比较快速的方式把你推出去 但在韩国就不会 就像很多人从小就开始在这边培训了 因为他会经过一个很长的一个时间的沉淀 然后慢慢慢慢通过实力的培养 还有性格上面的一些变化 然后之后才会出来的 我们因为要训练韩文嘛 然后韩文发音不标准 然后当时我们的制作人就听了我们 就刚刚练完的那个韩文发音之后 就觉得特别的兴起 就让我们回去重新练 就第一次做音乐 就被打枪了 对对对 蛮恐怖的 有一点害怕 这个制作人怎么那么凶 我们只是新人 你干嘛那么凶对我们 其实韩国的制作人都特别 都特别严格 是不是我们下次不去 有什么了不起 开玩笑开玩笑 严格是对你们的好对不对 是一个仪式标记着M4M正式出道 在渐渐他们踏上星球的重要一关 他们又有怎样的小插曲呢 以前在做练习生的时候就在想 每一次表演是不能出一点错的 但是从出道开始到现在就发现 其实不可能有一场表演是完全毫无瑕疵的 我印象最深的是大佐哥就是主持人嘛 然后在问方艺伦问题的时候 方艺伦就发呆了 就是Alan他那时候突然间恍生了 那个时候主持人打断我就 来show kiss的人都知道这件事情吗 然后到后来就那些粉丝拿那个iPad就去下去了 方艺伦别发 都让我不忍支持 如果你们觉得就是比如说韩国对中国 在这个歌手音乐展现的形式上 有没有什么问题 Alan 别发呆 我觉得最难忘的一天的话 应该是我想是 就是最后我们那个show kiss快结束的时候 就是发生了一个小意外 一阶段好像没有采牌过 1 2 3 5 还有点像的感觉啊 好 看完一小段访问之后 我们去聊聊M4M 其实这个团体呢 唱歌唱得挺不错的 然后人也挺有意思 而且他们舞蹈跳得也不错 接下来呢 他们会找一个机会 来叫我们跳他们的招牌动作 其实我还记得啊 扭尖 有关系的一个动作 挺好看的 也挺简单的 大家可以在这个茶余饭后 稍微学习一下 运动一下也好嘛 到底这个现场内容是怎么样的呢 舞蹈是怎么跳的呢 来看一下 舞蹈是M4M在韩国重点的培训项目 韩国归来的艺人 舞蹈是他们的招牌 今天他们要朱杰演演一下 做起了朱杰的舞蹈老师 这M5M是不是要嗨翻录影棚了呢 下来是 脚抬起来 脚抬起来 放下去 然后手绕头一圈 绕头一圈 绕嘴巴 绕嘴巴 然后滑过去 滑过去 然后甩一下 甩一下 反正思考动作 然后右 左 右 左 对 我只记住这个了 对了 只要我们招牌动作 经典一次再见 电视机的朋友们 跟他们复习一下这个动作 我看到这个里面好像收了一首慢歌 唯一的一首慢歌叫做当你离开我 对 是是 那所以这首慢歌 他到底是讲了一个怎么样的故事 啊 他的故 如果说故事的话 其实他的那感觉跟Sedness是差不多 也是大体也是走那个悲伤的一个路线 但是他跟Sedness不一样的是 Sedness的感觉是那种比较那种 放出来的外放的 然后当你离开我的感觉是比较内敛的一种 内心系的感觉 对 有没有感情系在那里面 有啊 有 为什么说到感情系前面三位有一种 异样的眼光出现怎么回事 因为跟我们没关系 对 跟你们都没关系 对 只跟只跟Jim有关系啊 这是为什么 我就是那个男主角 你就是那个男主角 是是是是 我觉得我再问下去他广东话就好出来了 哈哈哈哈 那这个跟师姐对戏 尤其是有 有没有一些亲密的动作 爱情系吗 应该会有吧 我我有看到一双 你有看 我有看到被子 哇 我我看到有人躺在里面 不要啊 三位你看马上毛头啪啪啪指向你 说一说怎么样拍视的过程 就还是保持神秘吧 我们期待一下MV 专辑中的第二主打歌《当你离开我的MV》 这首由韩国著名导演李基博亲自操到了MV 为了给歌迷展示出更加多元化的音乐录影 四位成员特意远赴韩国拍摄MV 让大家看到了不一样的MVM 没关系